龚小玲是帮中国蹭 那柯文哲是帮自己蹭 你蹭也没关系 但是我要提醒柯文哲 你的脸书 你的所谓的柯粉们 不要乱讲话 说什么林洋沛叫做柯粉 林洋沛怎么会是柯粉 他们就拿了一个2021年 说柯文哲跟林洋沛直播 我特别要来骂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骂这件事情 你来蹭就来蹭 你不要用公家资源来蹭 汪世奇至少是用他自己的名字来蹭 你用什么的资源 用悠游卡公司的资源 当初悠游卡公司找所谓的林洋来代言 说真的 悠游卡大家都使用 有所谓的林洋的悠游卡 大家也可以 但是你蹭完之后 你有没有处理这些相关的法律问题 因为林洋都是属于土银的员工 公务人员将军在这边 公务人员可不可以代言 公务人员可不可以商业行为 不行 你蹭完之后 因为你有没有帮林洋去做相关的法律上面的解套 没有 没有你就蹭完 你悠游卡公司出了钱 叫经纪人把林洋跟柯文哲直播完之后 你就蹭完不理 谁帮忙解决的 到最后谁帮忙解决的 后来是府跟考试院 就是小英政府的考试院 刘建新知道了之后 马上叫全序部对于所谓的公务人员 解套 尤其是优秀杰出的运动人员 他们相关的代言要有一定的规范之后 是可以代言的嘛 谁帮忙解套的 是刘建新帮忙解套的 是考试院全序部帮忙解套的 是小英政府帮忙解套的 刘建新 赞啦 赞 我兄弟 他老公 完全没有在避险 直接置入 刘建新 赞啦 我兄弟 好 来搞什么 所以今天Chris就已经出了嘛 你竟然这个恶心 还有林玉婷这个人哦 林玉婷外表被出征嘛 因为很多人认为他是男生嘛 其实他还是女生 他虽然长得很像男生 但是他的拳击非常威 吓到对手都说他是男生 所以他被人家攻击是男生嘛 柯文哲今天还在蹭林玉婷 而过去他怎么骂苗博雅的 你林郭成怎么骂苗博雅的 说穿裤子就不行耶 我从来没有看过苗博雅穿裙 你们这个政党对于所谓性别的歧视 是如此的恶劣 今天你还敢蹭林玉婷 而你蹭完林洋配置后 又蹭后不理 把所有的问题丢给林洋 丢给小英政府去处理 这个就是柯文哲标准的渣男